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维会现在要罚他50万 来听一下韩国瑜刚才怎么说 市长长安 市长长 市长 陆维会说要罚50万怎么办 你们吃的好睡的好吗 有有有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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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罚50万的 好可以听你出来 韩国瑜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有跟媒体讲说 他在今天都是统一以后相关的问题都要回台湾之后才会回答 但其实我们昨天所有的记者在现场观察的时候 他在办会国台办主任刘杰的时候 他一直不断强调是九二共识 但是会后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 他又提了中华民国 所以也让外界觉得他似乎有相互矛盾之点 而至于面对外界其他对他的质疑 韩国瑜依然还是保有他之前的态度 他说这一次是情感交流 来交朋友 来做生意 希望外界别扯他后腿 给他祝福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有很多的问题跟争议 恐怕他要在等他回到台湾之后 一一说明 时间交换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